在夢想街有個門牌我媽媽 歡迎來到夢想街五時翹 上規公司群聯在上個禮拜五 遭到檢調單位大規模的一個搜索 爆出了做假帳的一件事 那麼昨天董事長潘建成 也大動作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特別說明了沒有任何的 不法的一個情勢 疑似是踩到了紅線的因素 到底什麼是紅線 那麼群聯到底有沒有做假帳 真真假假之間的話 裡面到底有哪一些陰謀在裡頭 市場上面的一個反應的話 今天群聯沒有意外跌停作收 那麼在這個買賣交易上面 高掛了3萬多張偉賣的一個張數 也就等於是說 有3萬多張的一個股票的話 是賣不掉的 看來的話 明天的情況也非常的悲觀 對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群聯到目前為止 大家都認為他是資優生 特別是很多的投信 投信現在持股大概超過8000張 這個8000張裡面 還有再加上外資 外資的持股更多 有上萬 這個時候就是這些法人的股票 現在是因為剪掉這個大動作的搜索 搜索完以後 最重要的是這個潘建成董事長 被交保 交保的金額2000萬 2000萬的話大家都會覺得 看起來有點文章 對 這裡面應該同意 雖然替潘建成講話的人很多 很多人也認為說 台灣的科技公司 有一些這種作帳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像也不是個新聞 可是這個要是非要釐清楚 可能曠日廢詞 所以對投信來講 或對法人來講 麻煩 因為這個司法調查 不知道要拖到何年何月 我們現在單單做一件事情 就是市場一定會覺得 這家公司有問題 所以我法人 我幹嘛去擔這個責任 我趕快把公司的這個 我現在手上的持股 賣掉就好了 所以現在大家擔心的 第一個就是法人的賣壓 這法人上幾萬張的賣壓 要這樣全部丟出來 那群聯除非一定有人買 不然的話這個時候 所以公司就說 他們現在有上百億的現金 我們看一下這一邊 這一邊的話 你說法人要有人買 今天的話是看到沒有人買 對 那昨天的話是 這第一天 刀子掉下來 對 那昨天的話是董事長 親上火先 直接召開重大的一個說明會 而這樣子的一個說明會的話 並沒有讓這些外資法人機構的話 能夠釋懷 所以在這邊的話 掛了三萬多張 也就是說昨天的一個記者會的話 他還是普遍站在 不相信的一個立場 因為以群聯 現在在資本市場的這個 知名度也好 或者形象也好 大家也都覺得說 他可能不是把錢 拉到自己的口袋 可是我們先來講 就是群聯 為什麼會惹上這個是非 就是群聯 他被查出來 有三家他的這個子公 這個 跟有三家公司往來交易 那往來交易最大的一家公司 叫做耀城 好 那這家公司叫耀城 那耀城 耀城的這個公司 他的股本只有900萬 但是你知道他賺多少錢嗎 這家公司賺了6800萬 這麼會賺 對 所以減耀 股本只有900 好 那他怎麼賺 那耀城是誰的公司 耀城是不是大股東公司 也不是 耀城他的大股東叫連續東投資 連續東投資是 他的這個後面的股東就是群聯 就是母公司 所以他等於是什麼 群聯轉投資連續東 連續東再投資了耀城 那耀城用900萬的股本 就賺了6800萬 那等於是孫公司 對 他是一家孫公司 那檢調現在就是懷疑說 這個孫公司為什麼賺6800萬 那這個群聯做什麼 他做這個記憶體 Fresh 那這個Fresh的波動 價格波動很大 那現在檢調就懷疑說 這個是不是群聯做出來的東西 等於便宜賣給續城 賣給自己的孫公司 然後孫公司再做一筆交易 高價再幫他賣出去 那賣出去的這個東西 又是賣給群聯 所以這樣來回這樣一賺的時候 就讓他賺錢了 所以就是整個貨 其實就在我們集團裡面 繞了一圈 然後就變賺錢了 這就等於是關係人交易了 對 是關係人交易沒錯 好 那這個裡面 它有兩個關係人交易 一個就是這個續城 另外一個是什麼 Toshiba 東芝 大家記不記得 東芝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做假帳 然後東芝在日本做假帳 東芝又是群聯10%的大股東 對 現在群聯最大的應收賬款 又是東芝 所以大家又在想說 檢調就有合理的懷疑 又變合理的懷疑 你的大股東有10%的股權 然後你最大的應收賬款 又是賣給你的大股東 所以你這個大股東 是不是在幫你做銷貨的生意 所以他們其實 現在麻煩就麻煩在這裡 現在這個Flash的價格 其實非常好 現在市場上在缺貨Flash 所以理論上 我們怎麼想都不會覺得說 如果現在這個Flash的價格 再大跌 那就有可能 是 你東西賣不掉 你就丟給你的孫公司 或丟給你的大股東 然後你的大股東幫你做賬 創造了公司的獲利 現在檢調拿出來 就是拿過去的歷史 我們現在就擔心就是說 有沒有一種可能 就是過去幾年在Flash 價格不好的時候 這個群聯等於就是說 有他的這些孫公司也好 或者他的大股東也好 說沒關係 我用一個還不錯的價格 比市場要高的價格 我幫你吃進來 對 吃進來 等於是我是一個大水庫 你放在外面有一個水庫 然後價格不好的時候 我就吃 吃完了以後 我就拿出去 等到價格高上來 我再把它賣掉 就有點類似於原物料的 一個操作的一個方式 對 這個原物料的操作 就讓檢調就是說 你做了這個關係的交易 第一個 你有沒有公告 你有沒有跟大家講清楚 把這些事情 交易的細節全部都講清楚 第二個 這個裡面的交易條件 到底公不公平 第三個 這個交易到底是不是實質的交易 因為如果是跟你的孫公司交易 我們最怕的是什麼 過去台灣這個市場上 有一個最有名的案子 我想憲哥就很清楚 有一家主機板的公司 這家主機板的公司 被交易所查到 查到什麼 他跟他的香港的子公司 互相往來 對 那做了業績 有營收也有獲利 然後這個公司 就把股價炒到一百多塊 結果後來交易所發現 就去問財政部說 這家公司跟他的香港公司 有這麼大的往來 對不起 我們查一下海關 到底有沒有這麼多貨在進出 後來發現 赫然發現 沒有 所以沒有的時候 你就覺得說 那情況就很嚴重了 那個就不是所謂的 所謂不是那個所謂的 這個原物料的一個操作方式 或者是說大水庫 或者是庫存的一個操作方式 而是真假交易 以及虛假交易這一塊 是 那如果是虛假交易的話 那這家公司叫生計 那過去做主機板 後來現在已經都下市了 已經倒掉了 那這個公司就完了 就是用假交易的方式 結果把營收獲利做出來以後 把股價炒上去 然後等到交易所 那時候他們最有名是什麼 交易所每天 每天拾問生計公司 說你們公司搞什麼鬼 為什麼這個東西 我去財政部 完全查不到你的資料 這件事我們連記者 我們寫了以後都被告 我們說那個時候說公司掏空 結果那個時候 後來他們公司還告我們 可是這件事情到底群聯 看起來好像又不像這樣子 群聯就是這些的公司 或者Toshiba這些 他的營收賬款 是日本的上市公司 所以他到底是只是說做帳 然後沒有完整的揭露 還是說他後面有虛假交易的問題 今天我們聽到這個潘建成 這個總經理他講出了這一些話 我們發現到 他好像是把所有的 國內的一些科技公司 尤其是IC設計的全部拖下水 那最主要他說他會踩到紅線 我們從他的一個過去的歷史 我看到有一個曾傑在那邊 他最崇拜的人叫做金士頓的孫大偉 那孫大偉他講什麼話 他說我們做IC設計的人 我們一定要跟上游下游 我們要共存亡 當上游有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幫助他 所以過去貿系貿德 他發生財務危機的時候 孫大偉都資助他 貿系貿德在做什麼 做第一任 第一任的價格就是 有可以賠到兩毛錢 也可以漲到兩塊錢 這個是十倍 一年可以漲十倍 那Flash也是一樣 所以他這個東西 他的原料 最主要是Flash的一個來源 那Flash的價格 如果有波動的時候 會影響到我的獲利 但是我又很關心我的股價 我就希望我的股價 能夠慢慢慢慢 隨著我的獲利來成長 那這樣的風險 由誰來承擔 最好是成立一下孫公司 在香港 然後來承擔這個Flash的一個 他的一個波動 假設Flash他買到5塊 結果跌到3塊的時候 虧在那一家 虧在孫公司 子公司 我從他買便宜過來 我還是要賺 那如果說 他這一家買到3塊 漲到7 8塊的時候 那你以前虧了要彌補 那我外面可能去 可以買到便宜 我還是要跟他買貴的 買貴的過來 稍微 變成一個你剛剛講的 調節的水庫 所以孫公司跟子公司 其實搞不好 已經變成他們一個 調節的一個水庫 可是電子業來做這件事情的話 他的風險性會不會 相對來講很高 因為電子業的一個 景氣的一個狀況 其實說實在 三個月之後的話 是沒有人摸得著的 對 就是因為很高 所以才會倒那麼多 像阿中哥剛剛講的 還有所有的低潤通通倒掉 就是因為他的波動 不是一般人能夠控制的 這樣子的話 在電子業裡面的 產業裡面來看的話 這樣子狀況多不多 當然多 是不是很多成立的孫公司 子公司這些的話 都是為了要調節來使用的 對 就是很多 我們包括像 比如像有一家 叫做3022的威強店 威強店在千年的時候 他還發現他把孫公司的一個營收 灌到母公司來 然後他就假裝不知道 就是說你奇怪 今年的10月 他的營收竟然成長56% 12月成長80幾% 然後一直在成長 到3月31號那一天 要公布去年財報 會計說不行 你這個是 這個孫公司的一個營收是假的 要把它拿掉 然後股票連跌 連連續跌下去 但是股價他利用這樣的炒作 已經股價先炒上去了 所以公司在三四個月 被這個調查局收手 董事長趕快辭職換人 其實那個公司最主要就是 因為你太關心你的股價 一方面關心股價有兩種 你是真的為小股東想 還是關心你的財富的增加 還是在炒股票 這裡面其實有一個 模糊的一個界限在 到底他有沒有 實質上的一個交易 那我對於孫公司 或者是子公司來講 他有一個實質上的交易 我母公司的話 其實基本上 也拿到那個營收賬款 可是問題實質上 那個孫公司以及子公司 他的貨品到底有沒有銷出去 又變成了一個大問號 沒有 你如果有揭露的話 就是揭露的問題 有一個判斷的標準 就群聯有沒有現金股利可以配 因為去年 沒有 潘建成說有 對嘛 所以現在就是說 他去年很賺 去年賺了20塊 去年賺20.41 配12塊 配12塊 前年喔 前年賺17.48 配11.2 他的配股配息都70% 60% 都現金 而且你知道他們自己公司的話 現在目前的話 手上的一個現金還有100多億 所以我覺得關鍵就是這裡 現在網路上大家都在分析說 雖然我們講說這個關聯交易是怎麼樣 就是說你把孫公司的資產負債表 裡面的東西 做一個交易做成母公司 然後變成影響母公司的損益 所以你說從資產負債表 做到損益表 這裡面到底有沒有虛假交易 這個交易到底公不公平 合不合理 存不存在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根本就是沒有的東西 只在玩弄帳面上的數字 關鍵是什麼 有沒有現金股利配出來 如果你現在賺了錢 結果你現金股利配出來 那表示至少有人把現金拿出來了 這個現金到底從哪裡來的 我們只要追究這個現金 在這個交易裡面 他扮演的角色 如果他確定有現金拿出來 我覺得基本上 就比較安全一點 而且如果這個群聯 真的是搞虛假交易 然後這些投信還買了那麼多 這些投信基因基因人 真的都該打屁股 這個說實在的 真的外界實在是看不太懂 你知道嗎 他查出來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虛假交易的一個金額 大概是4千萬美金 折二太幣的話大概是13億 可是他手上的一個帳上現金的話 還有100億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包含那個外資法人的話 可是今天還是不看好 之前的話都一路看好 但是現在發生的事情的話 就是不看好 但是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是去年在禮拜五的時候 禮拜五的一個分時的一個 這個K線圖 分時的K線圖裡面的話 你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這裡面到底有沒有突嬰 在狙擊他 那裡面有沒有人 刻意在炒作這件事情 群聯第一波的時候 他8月5號的時候 融券大增了456張 你不要小看這456張 平常的時間的話 他了不起的話 都100張以下左右 但是唯獨在這一天 聽說在這一天 檢調還沒有大規模搜索之前的話 已經有人提早知道了一個消息 甚至在外資圈裡面的話 有人講說 你要不要去放空群聯 對 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檢調更應該查清楚 因為怎麼搞的 我們每次檢調出動的時候 融資融券都有大變化 對不對 那群聯那一天的融券 突然一下增加四倍 而且妙的是什麼 你看股價拉上來的時候 第一波就開始放 第一波他不只融券 這個多了456張 融資還賣了228張 所以有人還知道融資 一邊賣融資的東西 一邊又去空他的融券 所以他在這個裡面 很明顯是在融資融券手上去做 還不只這個 聽說還有認受權證 連認受權證也有人知道 連認受權證都大報徵 我們回頭來想說 為什麼會有人知道 那個突嬰大獲全勝你知道那個 那這個很簡單 這整件事情 這整件事情有人去發動的 有人去發動去跟檢調檢舉 甚至檢舉完了以後 他都還知道說 這個什麼時候會發動偵查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檢舉完 但是在市場上 跟這個檢調的動作 沒有那麼明顯的話 大家還不覺得那個叫突嬰 現在是當檢調開始搜索 我們大家都是收盤以後才知道 那些人為什麼盤中就知道 那就顯然有鬼 好 這裡面的話到底 有沒有陰謀論在裡頭 到底是誰去檢舉的 好 那所以現在就大家 有很多種說法 第一個說法就是說 這個群聯曾經 去年傳出有被詬病的可能 為什麼 就是大陸有一家紫光 好像有意思要詬病他 紫光要詬病他的時候 這兩天這個潘建成又講了 他又說 他說他們不希望說 我們是不希望被大陸人詬病 可是我也不要說搞到最後是 我被迫被賣給大陸人 意思聽起來就怪怪 就是說 是不是我的股價現在打下去 是為了有心人士 要來詬病我 惡意併購 惡意併購 這個就是一種可能嗎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是大陸的公司 或者我打算弄他 然後我就開始在研究財務報表 研究了半天 然後找個人就去檢舉他 把這個股價打下來 我是不是居然就可以減評我 這是第一種可能 第二種可能 也是因為 這個潘建成老實說 他其實記者滿喜歡他的 為什麼 因為他講話很直 他講話很直 他直到什麼程度 他時代力量的立委 他都敢砲轟 這個你看立委喜不喜歡 為什麼他砲轟時代力量的立委 就是因為我們的黃國昌黃立委 曾經在立法院的時候 他們反對一個法案 就是潘建成本身是馬來西亞僑生 這個政府有提了一個 行政院有提一個案子就是說 他們希望放寬僑生 就是這些僑生 在台灣如果擁有一些技術的話 讓他們可以拘留可以工作 可是這個條例在立法院的時候 時代力量反對 因為時代力量認為說 你不能來搶奪台灣年輕人的工作機會 可是潘建成就砲轟了 他說說連喬外 這些喬生你都不敢讓他進來 那這些到底誰在阻礙台灣的進步 那類似這樣的話 就是讓人家覺得 所以可是最近這件事情 又被抓出來談了 談完之後 連這個群聯就被搜索 大家就在想說是不是 得罪了黃國昌 對 時代力量 就認為這家公司有問題 所以會不會是政治的力量 讓這家公司被調查 這是第二種說法 第三種說法就是 因為群聯當初在創業的時候 他這個潘建成 曾經在一家公司工作過 那家公司叫什麼 叫惠亞科技 那這個惠亞科技 早年他們曾經 還沒有這個動態 這個Flash的控制晶片的技術 那潘建成就去提議說 我們來做這個技術 結果這個惠亞就拿了 據說要拿2000萬 投資潘建成做這些技術 結果這個惠亞 東講西講 講了大概半年之後 又說他們不投資了 那所以潘建成就很火大 就帶著人出去自己創業 那可是創業的時候 就把這個技術研發的 就因為那一段 大概半年多的時間裡面 一些研發技術 他就把它帶走了 那帶走了以後 後來這個惠亞 被現在這家上市公司 叫惠榮科技購病 那惠榮科技購病以後 就把所有的合約拿出來看看 說不對啊 當初潘建成 曾經簽了一個賣生器 說你加入這家公司的時候 所有的這些相關的技術 特別是這些控制晶片的技術 你不能帶走 那不能帶走 那你怎麼出去創業 而且做這個東西 於是就告他 有侵權的關係 有侵權的關係 那因為惠榮病了惠亞 那惠榮的這個老闆 而且還是潘建成 這個交大的學長 就發動一個官司來告他 結果這個告 打了五年的官司 所以大家就是從這個 長期來講 就是說群聯 從公司創業的初期 他其實就在打官司 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所以老實說 他在採業界裡面 敵人還滿多的 好 其實這個群聯 禮拜五的時候發生事情以後 業界一片患然 那麼最主要是因為 群聯這家公司的話 在我們的這個 上市櫃公司裡面 可以算是優等生 甚至被評為 可能是全台灣的100大企業 或者是1000大的一個科技公司 之類的 另外他過去 曾經也創下一個紀錄 在新櫃市場裡面 他曾經擔任過股王的一個角色 他的最高的一個股價 曾經來到了700多塊錢 另外他也是這個IC 這個快產記憶體裡面的 IC設計的一個機優王 所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所有外界的人都不會把他想到 他跟這個所謂的虛假交易 以及做假賬扯上關係 但是在禮拜五的時候 檢查單位大動作的一個搜查以後 才發現說 這裡面的話可能有一些問題在 那麼也讓我們看到了這個潘建成 潘建成其實是馬國的一個喬聲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群聯的話 他十年打造了300億的一個晶片王國 他甚至很厲害 他聽說五年就可以賺盡一個資本 你知道嗎 一提到群聯 我們在那個業界的話 IC設計的龍頭是誰 聯發科 但是每一年 他比聯發科還要厲害 他每一年都跟聯發科互相較勁 在業界可以說很少很少 那就是群聯 群聯有厲害到什麼程度 我們必須講 如果說以前的話 我們不是存取資料 不是都靠光碟編碼 他是第一個 全世界第一顆 隨身碟裡面的控制晶片 是他研發出來的 你說全世界嗎 全世界第一個 所以說他第一顆的這個 隨身碟的控制晶片 研發出來 他也是全世界第一支 隨身碟製造出來的一個人 你就知道說他有多厲害 所以他靠著這樣一個技術 我們看一下 他的控制晶片 他2000年 2001年的時候 研發出來 2007年的時候 他的市占率 群聯市占率已經高達35%以上 已經是世界第一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群聯 我們剛剛在講他的業績 有多好多好對不對 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 他用2004年掛牌 一直到2015年 12年期間 他只有三年的EPS 低於10塊錢以下 其他全部都賺了一個股本以上 去年的話還賺了兩個以上 你就知道說這家公司 有多麼會賺錢 他也是亞太地區最大的快散 記憶體的控制晶片的一個公司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家公司 非常非常厲害 你剛剛就跟人家有股王對不對 他在2007年的時候 他的股價高達700多塊 他那時候你知道嗎 他除了做這個控制晶片之外 他也往上游去做 他也幫忙做記憶體的模組代工 他要打造成像什麼樣 打造成像記憶體業界的鴻海 他上下游打算垂直整合去做 所以他現在不只做這個晶片 他還做這個我們現在最流行的什麼 固態硬碟 然後那些SD卡 還有那些隨身碟 他全部都做 所以你就知道說 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講到那麼厲害對不對 剛剛我們講 鴻海 聯發客的話 他大概毛利的話 去年大概是四成多 五成對不對 了不起了對不對 你知道他毛利多少嗎 多少 他去年的毛利高達76% 他怎麼會賺 他毛利居然有76% 高達七成多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家公司其實在業界 我覺得說 雖然說聯發客是第一名 但是我覺得他說 說他第二 我覺得有點委屈他 難怪人家說他這家公司 是很會賺錢的原因 就是在這邊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他裡面最賺錢的東西 其實就是他這個Nefresh 他過去的話 做那個所謂的隨身碟 那一塊的話 也非常的厲害 他其實真正能夠讓他 致富的話 其實是隨身碟這一塊市場 隨身碟的市場 被他做起來以後 這家公司到現在為止 他是屹立不倒 對 講到潘建成大家都知道 他19歲就到台灣來讀書 大家都以為說 馬來西亞華僑一定他家裡很有錢 不是 他家裡只是馬來西亞一個電容而已 他說馬來西亞真正地主有錢的 小孩子都送到歐洲送到美國 那沒有錢就送到台灣 那送到台灣大部分來講都選什麼 選台大 不然就選城大 那個交大那時候沒有人選 那交大為什麼沒有人選 因為好像是第一個交通比較不方便 還是說在台灣不出名 他就選交大 那因為我們國內對僑生都有一些優惠 比如說考試的優惠還有其他優惠 當然他那時候借了14萬的新台幣 就到台灣來 到台灣第一個 第二天馬上什麼 馬上找到一個公讀的機會 學校就給他一個機會 因為公讀都是輪流的 所以他就找到圖書館的公讀 後來沒有辦法一個公讀不夠 因為只有1500塊 然後又找到福利社 兩個公讀這樣一個月多賺3000塊 這樣也都不夠 他就靠每學級都考試考第一名 然後拿獎學金這樣一路讀 讀到25歲那一年 剛好讀到碩士畢業 讀了6年碩士畢業 碩士畢業以後 他老師就介紹他到這個惠亞 就是後來到他的惠榮的一個前身 去當 一進去 因為他本身有這樣的一個技術 所以就當主管 剛剛阿中閨有講過 惠亞的一個大股動作 我跟你講 我給我投資2000萬 我們成立一家公司 然後你就去研究 研究做這些Flash 一些IC設計的一個產品出來 結果只有給他80萬的錢金 結果他就趕快去買 買家具 買辦公室買了以後 不到一個月 不到兩個月 其他股東都不要了 錢都沒有進來 死啊 只要開出的票 開百多萬 我用他的名字開票出去 公司還沒生日 該有的資金沒有進來 對啊 只要80萬元 該花的錢就花出去了 80萬元要怎樣 那時候沒有辦法 真的抵抹在燒 結果他也剛好那一年的9月 他結婚 結婚以後沒有辦法 就11月 他就硬著頭皮 就出來了 離開惠亞 就直接出來 成立一家群聯 那時候成立群聯的時候 就趕快去找一些長輩 去募資 然後一直跑 總共給他募了 100萬的美金 3000萬的台幣 現在公司要設在哪裡 新竹那邊最便宜的就是 公園院的 他的一個叫做創業育成中心 好不容易擠進去了 有夠開心 在地下室 天天都沒有看到太陽的 而且那個夏天 如果不開冷氣的時候 是32度到35度 結果他就找了五個同學 兩個馬來西亞的 一個澳門的 兩個台灣的 五個同學共同成立一個團隊 然後再找多少 再找另外再找八個人加起來 再找九個人加起來十六個人 成立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叫做群聯 群聯就是大家一起聯合起來 一群人聯合起來的一個公司 資金也是聯合起來的 然後技術也是聯合起來的 這叫做群聯 是 三個月 他就研究新的東西出來 九個月就損益平衡 就剛剛小言講的 三個月就研究 研究什麼 研究這樣的一個 我們的一般隨身碟的 IC設計的一個晶片出來 他們開始是歐北研究 他研究很多 聽說三個月到半年 他們研究出來的一些產品 已經超過十幾樣了 突然就有一天 就剛剛你講的有人問說 你有沒有辦法做隨身碟 因為那時候隨身碟外國有 有人在你有沒有辦法 做這樣的IC設計 很簡單 三個月我就做給你 結果真的三個月就做出來了 三個月做出來 你要賣多少 算什麼我成本三塊美金 那我賣你十二塊好了 賺四倍了 十二塊是怎麼估出來的 沒有估 就隨便開個價 他就隨便開 他說我的成本 就只有三塊錢 我也不知道怎麼估 因為那時候初期創業 OK 你幫我做兩百個 做兩百個以後 一次去OK 馬上就賣掉了 然後再來訂第二個 我訂多一點 你價格要降 十塊美金 結果又訂了一千八百個 一共是訂了兩千個 前後加起來兩千個 結果他就賺了六十萬 賺六十萬他好高興 因為第一筆賺錢賺台幣六十萬 本來公司一直燒燒燒 九個月燒了一千六百萬 三千萬燒一千六百萬 剩下一千四百萬 嚇到屁屁 結果他多少賺 多少好 結果後來在市場上發現說 原來他人家買他的一個 十二塊十塊的一個晶片出去 人家組裝以後一個賣五十塊 隨身碟賣五十塊 那他想說我也要賣晶片 我自己來做就好了 我來賣成品比較好賺 所以他馬上 他們速度很快 年輕人就速度壞 馬上切入隨身碟 隨身碟就發明 剛剛小妍講的 台灣第一支的隨身碟 那怎麼做呢 原來是這樣子的東西 那要做外殼 你做那個五十個六十個 沒有人幫你做 就是去外面買 然後用那個三秒焦 裡面的那些人 一個一個黏出來的 每一個都是手工定做的 做手工業 手工定做的 做出來就是 就是我們一般 像這種隨身碟有沒有 以前的隨身碟笨笨的 四四方方的 四四更近而已 不是像現在有造型的對不對 那你這個插槽只要 這個插槽只要 能夠插進去就好了 其他人家 不管你後面怎樣 後面就兩片這個黑黑的 然後把它夾住 三秒焦這樣 這樣可以賣到五十塊 所以從那邊開始 九個月就損益平衡了 也就是說它真的非常厲害 而且它很有生意頭腦 那講到隨身碟 IC設計晶片的上有 就Flash Flash最主要是什麼 台灣 台灣不是 最主要是三星在生產 所以你一定要有三星的 一個貨物的來源 你要穩定 所以那時候的陳立白 他們公司裡面的一個股東 就跟他跟三星搭上線 他說好啊 那我就Flash 我就固定你要多少 我就固定多少 我們簽個約 那這樣的話Flash的波動 他就可以掌控住 後來才發現 原來Flash的波動那麼大 但是貨源沒有問題 他又接到三星的訂單 又接到其他的訂單 但是很不幸的 在2002年就是 剛剛講的那個 後來改成匯榮以後 他們發現說 原來當初有簽金業鏡子 又把所有的研究資料 整個拿出去 就用4500萬去 要求4500萬的一個賠償 另外個人還要4000萬的賠償 那你如果這樣的話 你要提存相同的金額 因為人家告你 你要提存相同的金額 在法院裡面 他哪有那個錢 所以沒辦法 公司差一點倒掉 他那時候說 他真的有很煩惱 他在台北到新章 每天只開車都在煩惱這樣 他每天都在哭 想說這公司 大家都相信我 然後萬一我公司 把他倒掉的話 那到底會怎麼辦 這樣招 後來就有人介紹他說 那我來 我跟你簽線 你去找那個東芝來入股 結果他就 所以東芝是這樣子進來的 他的大恩人 那去東芝談了三次 談了三次以後東芝說 你26歲的年輕人 我怎麼要去投資113 怎麼可能 後來公園院的育成中心 幫他背書 沒問題 這個公司沒問題 113進來後 馬上存活起來 存活起來以後 2004年開始上櫃 剛剛小燕講 他公司真的很爭氣 他真的是 因為東芝一進來以後 你知道他的營收從多少 從8億 那一年的8億 東芝進來那一年的8億 第二年跳到24億 營收成長三倍 那一年賺8千萬 馬上跳到賺2億 也是成長2.5倍 這樣的成績交出來 整個市場 都整個眼睛為之一亮 結果在2008年的時候 真的金融海嘯的時候 Flash的價格也是大幅波動 那一年他也出現了一個財務危機 不過他兩次的危機 關關難過 關關過 希望這一次他也能夠過關 好 其實他成立那個群聯的時候 年紀非常的輕 大概25歲左右 所以當初他們要去登記 這個群聯要去登記董事長的時候 這個福島上是貴的一個公司 他們還跟他講說 你的年紀太小了 你要不要找一個 年紀稍微老一點 感覺起來會比較信任一點 因為他們是幾個 年輕的一個同學 一起來創業的 當時好像是四個年輕人 而且五個年輕人 五個裡面 年紀最大的是澳門喬生 27歲 28歲 他當董事長 那他28再加上他26加起來 50幾歲 所以那時候 很多福島的廠商說 你們兩個加起來 就沒人一個年輕的街 後來他為了要上櫃去找一個 年紀比較大的個人股東 那時候還沒有流行什麼 新創產業 現在的新創產業的話 要的就是年輕化 這個禮拜最熱的一個話題 就是這個精靈寶可夢GO 不得了 所有的這個全台灣陷入瘋狂當中 禮拜六突然無預警的開放了 很多人就猛下載 包含了我在內 不過要提醒所有的人 不得了 你如果下載這個Pokemon GO的話 會不會變成了CIA裡面的間諜 因為據說他這裡面的話 有很多很多的不可告人的 搞不好未來的話 可能會被美國大量的運用 真的 你知道嗎 大家在抓寶貝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那個寶可夢 裡面那個寶貝眼睛在看著你 這個眼睛搞不好是真的眼睛 因為你知道嗎 像Pokemon這家公司 現在全世界爆紅對不對 他背後的這家母公司 叫做Niantic 他的創辦人叫做John Hank 他這個人是怎麼來歷你知道嗎 他最早最早是在美國政府 做外交的 那大家覺得做外交還好 跟這樣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們再拉長一點 他在創造這家公司之前 他創造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叫做Keyhole 名字叫天眼 天眼這個名字 是軍事衛星的名稱 大家想說那有什麼關係對不對 但是他創造這家公司 背後的資金來源 居然是來自CIA 中央情報局 所以你就會很懷疑 那這一家公司 他這家公司是錢從這邊來 那這一家公司 後來被Google病掉了 但是他又從Google裡面 拉出來創造這家公司 等於說這家公司的錢 間接從這邊來 那會不會說 我們他現在玩的所有的遊戲 什麼的所有的資料 是不是提供給CIA來做運用 我們看一下他研發哪些 那些遊戲好不好 第一 他研發第一個遊戲 叫做Fieldstreet 這個遊戲的話 基本上是一個尋寶遊戲 你就去這個地圖上面 找到一個你類似的一個地標 你去那邊找你要的寶物 這是他研發第一個遊戲 那第二個遊戲 我們大家就比較熟悉一點 叫Increase Increase的話 基本上你要去佔領他的領地 然後在那邊做一個鏈單 然後找一個發電塔 類似地標的東西 也是在地圖上面找地標 然後去練你的工具 佔領你的領地 那第三個遊戲的話 我們就很熟悉的 叫Pokemon GO 那基本上這三個遊戲 為什麼要講一下 因為這三個遊戲 都有一個共同點 他一定要用GPS定位 另外他一定要用地圖的功能 他才能夠玩 所以大家就很懷疑 奇怪 為什麼這家公司 研發都是這種遊戲 然後都要GPS 都要定位 而且都要鏡頭 所以他拍的東西 會不會都間接會到 我們剛剛講 都會到CIA來做一個運用了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玩遊戲 之前Google地圖 我們不是要講 Google車子在街上跑嗎 在道路上走 然後拍街景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 Google地圖的實景對不對 但是我們看實際 最害怕一點什麼 我們都看不到那些巷內 房子裡面長什麼樣子 有沒有 因為他都用車子走 現在我們如果走來走去 在那邊抓寶 我們都是只能用走的 車子不讓你用 我們現在走的拍的地方 剛好都是Google的車子 拍不到的地方 所以這些所有的資料 通通如果都給CIA的話 不得了了 他們會整起來的話 會很嚇人 就是一個完整的地圖 等於是說全世界的人 都在幫Google做一件事情 就是彙整所有的圖像 所有的影像 那麼這一次的話 我其實下載以後 我看到了以後 我嚇了一跳 你知道嗎 我想說他們到底那個科技 是怎麼樣做出來 你知道它有一個地方 就是你要去到了一個景點 應該是說定點的時候 它會出現一個塔 然後裡面會有一個景 你要把它轉的時候 它才會有那個 神奇寶貝球出來 寶貝球會出來 可是你上去看的時候 它很多很多的景 是Google map 其實是沒有辦法 就是那個街景車 沒有辦法拍到的 包含電視上面 畫面上面 大家看到的這個小小的雕像 或者是這一個 很多很多的 就是那個 這叫做變電箱 彩繪變電箱 結果你會發現 台灣好多好多的 彩繪變電箱 阿中哥 這些彩繪變電箱 它到底是怎麼來的 那麼這麼小 這麼小的一個小景的話 我不相信說那個Google map Google的那個攝影師 攝影機可以拍到這些小東西 而且這些小東西 上面都還有中文的命名 沒有啦 這些都是被網友哭手的 在PTT網站上到處都是 譬如說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變電箱被關 它上面就直接給你寫一個 變電箱被關 就把好像那個精靈被關在裡面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都是一大堆 我還聽到網路上有人說 他們家樓下有一個念經班 就是讀經有沒有 古文 古經 然後你知道它上面寫什麼 他說這個是奴役教育 裡面都是奴役教育 你知道現在就是大家 已經把很多 為什麼有些人現在在網路上 有點反對這個POKEMO 就是說這是真的假的 你已經分不太清楚了 所以你看到這裡面有很多 譬如說這個廟 這個廟裡面不是有一個這個 這個公廟這個 就大家那個燒香 就是燒名子的香爐對不對 他上面給他寫什麼 陰陽連結提款機 對啊 提款機 沒錯 陰陽連結提款機 這個問題 真的有精靈在這裡面嗎 對不對 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到底是真的假的 因為我也特別去看了PTT 裡面的這個 我也看了 我也當時也嚇一跳說 有這麼多地方 後來就發覺 對 最有趣的是這個 這個 這個是在哪裡 在國民黨 國民黨的這個 這個黨部變成一個這個道館 可以練這個練功的道館 而且最妙的是什麼 鎮守他的那個地方 是一隻水母 那這個水母怎麼來的 大家一講 對 憲哥就跟我講說 馬英九不是這個水母嗎 馬英九有一個笑話水母 那個裡面被人家哭手 因為他不可能是 你會不會覺得那個太吻合了嗎 國民黨他的總部 竟然是由水母來鎮守 而且他是一個道館 那他在搶那個道館 憲哥你如果不相信的話 待會你可以下載 然後黨部在旁邊 你可以走過去看一下 但是我告訴各位 其實裡面運用了非常強大的 現代的一個科技技術 不是KUSO王 是確實如此 Ingres Ingres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領地佔領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是有計畫的 整理了所有全世界的一個圖資了 好 他們到底是怎麼樣整理的 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我們再告訴你 POKEMON GO裡面 不可告人的祕密有哪些 歡迎回到夢想街午時翹 其實我在下載POKEMON GO以後 我有一個疑慮 你剛剛這樣子講的話 我都很擔心說 那個POKEMON GO裡面的話 搞不好真的是有另外一雙眼睛 是看著你的 你在抓那個精靈的時候 你把那個球丟出去 抓那個精靈的時候 它會從虛的轉換到實的 也就是說AR那一塊 VR變AR 對 VR變AR 然後變AR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所有的影像的資料 你知道你在抓到那隻寶貝的時候 那個鏡頭是會RUN IN的 會瞬間往前 我也想說這些影像資料 會不會後來也傳到了 Google裡面去 傳到他們公司大數據裡面 大數據去分析 而且你知道更恐怖的是什麼 你會發現那些功力很強 CP值很高的那些寶貝 全部都在什麼地方 軍事種地 那些很特別的景點等等 都在這種地方 但是我們必須講 所以我們去抓的時候 搞不好就拍到了那些軍事的 對 就拍到那些軍事種地 所以很多這樣 包括中國大陸現在禁止 俄羅斯也禁止 他就怕那些機密的話 都因此外洩出去了 因為Pokemon夠夯夯的原因 所以也造成了很多的 手機也非常的傷 包含了他們的電池 電池的話 如果一換的話 可能就要換500到100塊 有可能 500到1000塊 你知道嗎 像這個手機你去下載的話 真的是還滿多 滿意外的事情 比如說你這個 如果說你下載到山寨版的話 你中毒的話 它會傷害你的主機板 所以如果主機板一換的話 可能要1000到3000塊 如果電池 我當然玩很久 你會發現手機很燙有沒有 這時候其實很傷電池的 如果電池 你長期這樣子玩的話 電池其實壽命很快就縮減 你去換一個電池 抱歉 500塊 1000塊 又不見了 所以現在很多的電池 都在裝一個行動電源 最後這個流量的話 也比一般多1到1.5倍 所以如果你知道說 去國外玩 在這一次奧運 就有一個例子 有一個日本選手 他就在當地玩奧運 在那邊抓寶貝 就一抓回來 他的日本的賬單 多了100萬日圓 他嚇死了 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他完全不知道這個流量的事情 好 不過這個 其實說實在的 現在台灣在封這個神奇寶貝 過去的話 神奇寶貝台灣叫做什麼 台灣叫做神奇寶貝 一開始就叫神奇寶貝 我們叫做精靈寶可夢 後來把它改成精靈寶可夢 對 奇怪 為什麼要把它 之前的神奇寶貝很好聽 為什麼把它改成那個精靈寶可夢 因為他的日文就是Pokemon 所以直接把它翻過來 對... 但是8月6號上午9點才開始開抓 對不對 8月8號兩天而已 警察就開了215個罰單 你看多少人騎車被抓 多少人自己是通緝犯還抓寶 最後被警察抓去 所以慶雪你要想想看 到底是你在抓寶 還是你被寶被抓 我就是擔心被寶被抓 所以我不敢下載 而且接下來我告訴大家 這個都市傳說 你看完這個故事 而且聽完它這個聲音之後 你再決定你今天晚上要不要下載 為什麼 你看現在大家不斷地用一種黑色幽默來 哭手 全世界人都在抓神奇寶貝 可是你如果一直在看手機 不看路你就變成抓交替了 注意一下 現在是笑道樂 這個時間蠻敏感的 還有這個葬儀社 禮儀公司還蠻妙的 他就說 寶可夢已經來台了 所以要注意安全 但如果你因為玩遊戲而意外的話 你的後事物就87折優惠 那大家不要覺得好好笑 怎麼禮儀公司都搭這個便車 你們不要笑 因為過去就發生過悲劇 為什麼呢 各位其實神奇寶貝已經好幾十年前 我們的小朋友看的這個 等於是卡通 它分成兩套 一個是在電視上播放的卡通 另外就是任天堂 他們發行了這個遊戲對不對 好 1996年的時候呢 當時發生一個事情是 各位 你們在抓Pokemon Go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到紫苑鎮 這是一個都市傳說 慶學知道是什麼是都市傳說 不知道 我稍微解釋一下 日本會有一種都市傳說 這種都市傳說 比如說廢棄的火車站或什麼 都有一點點靈異跟詭異 講都市傳說之前 我稍稍講一下 因為小緣剛剛已經講了 這個遊戲公司的創辦人 但是誰是神奇寶貝的爸爸 田考智 也就是你們看 神奇寶貝裡面的小智 這個田考智呢 它其實是一個喜歡抓昆蟲的 一個50歲的 算是現在中年大叔了 早期就是在田野間 抓很多的昆蟲 所以為什麼後來神奇寶貝 有這麼多的昆蟲 變成了這些寶貝 好 你們現在都有抓 你們都知道嗎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影片有沒有 小智 她的左肩上有一個白色的鬼手 為什麼 然後這個女生會說 在哪裡 就笑著說小智 有沒有 左邊 有沒有 白色的鬼手 好 待會你們可以再看一遍 她在的位置在哪裡呢 聽起來毛骨悚 她在的位置是我剛剛講的子怨鎮 然後子怨鎮有一個塔 是神奇寶貝往生之後 會放在這裡的墳墓 神奇寶貝的墳墓 那當時設計這一款子怨鎮的時候 他們就用那個鬼手來告訴大家說 這裡面你只要進去的話 就會有這樣一個 有點像都市傳說 為什麼 在這個鄰姑塔裡面的第三層 有一個怪獸 它其實是寶貝的幽靈 叫嘎啦嘎啦 那嘎啦嘎啦是誰呢 嘎啦嘎啦是可拉可拉的媽媽 那但不重要 嘎啦嘎啦已經死了 那有點像泰國版那個 幽魂娜娜的那種傳說 因為她死了 可是她幽靈 要留在這個鄰姑塔的三樓 為什麼 她要保護她的孩子叫可拉可拉 那你到了子怨鎮 你就會跟嘎啦嘎啦對峙 這樣了解這個玩遊戲的方式 對不對 我知道 所以剛剛那個影片裡面 小智到了子怨鎮 到了這個鄰姑塔 就會她的左邊的肩膀 就會出生那個白色的鬼手 有30%的小朋友 在看到這一段卡通的時候 就被嚇到 好 那沒有關係 其實這個白色的鬼手 小朋友真的看得到嗎 會 看得到那個鬼手 但是接下來 大家有注意了 心臟不好的人就不要聽了 70%的小朋友 受到子怨 到了子怨鎮之後 你玩遊戲 是不是都會有配樂音樂 對 好 他們的設計工程師曾經承 子怨鎮因為有鄰姑塔 有沒有 聽喔 這個音樂 好可怕的音樂 非常的低頻 而且是用兩種雙結拍給你 當時有一個說法是 1996年有200個孩子 因為這個音樂死亡 但是我要強調 這是都市傳說 就是當時有一個說法是 說 有很多少年都在10歲到11歲 因為不斷的聽到這個低的音頻 造成了耳朵流血 然後鼻子流血 還有就是晚上沒有辦法睡覺 有暴力傾向 甚至有的孩子因此而自殺 當時有個說法是說 將近200個少年出事 但是各位你會說 怎麼可能200個死了 怎麼會是這樣 當時有一個是這個遊戲公司 以前的員工 他叫佐藤春慧 還真的有這樣的一個員工 他出來爆料 他給了你一串串名單 真的有少年出了事 那當時有個說法是說 將近200個少年出事 但是各位你會說 怎麼可能200個死了 怎麼會是這樣 當時有一個是這個遊戲公司 以前的員工 他叫佐藤春慧 還真的有這樣的一個員工 他出來爆料 他給了你一串串名單 真的有少年出了事 比如說11歲一個女性的女孩子 過度的在這個子怨鎮 玩這個遊戲 然後各位 因為到了子怨鎮 就是高手了 晉級到高手 他用那個耳機在聽的時候 你知道原來這個遊戲設計師 是左邊耳朵聽的音樂 跟右邊耳朵聽的音樂 的頻率其實不同 兩種這個頻率交錯之後 會造成你受不了 各位這個其實有科學根據 因為音樂本來就能殺人 聲音本來就能殺人 這樣的頻率造成小孩子 因為耳朵沒有發展完整 所以他聽到這個音樂的時候 影響了他的情緒 佐藤春慧說 當時有很多孩子出現這個問題 接下來一個叫關內的 是他們的工程設計師 他有承認說 沒有錯 我們在做子怨鎮 這個設計的時候 是故意用這樣的音頻 所以造成有些小孩子不舒服 這是事實 有沒有人死亡 他們沒有承認 但是之後子怨鎮 你這樣去玩的時候 他的音樂有改變了 剛好這樣子很惡毒 這樣子很可怕 可是他當時被沒有 對 但他不是要 他故意用這樣子的音樂 我相信他當時設計 只是讓你們覺得 有點恐怖 有點詭異 可是一般的 沒有想到會造成身體的 極度不舒服 如果有遊戲玩家的話 他會不會離開這裡 他可以直接選擇離開這裡吧 可是10歲的孩子 他越玩越沉迷 他會知道這有問題嗎 而且各位 其實遊戲是這樣 遊戲不會殺你 有的時候是你自己殺了自己 因為你過度的沉迷 你看1997 這個就是有很大的新聞 12月我們都知道 神奇寶貝是下午 大概6點30分播出 6點51分的時候 這個神奇寶貝第38集 他當時要用一個電子 要看一下有沒有 用電極去引爆一個電腦世界的 電腦疫苗導彈 這個影片以後看不到了 為什麼呢 設計師是用紅色跟藍色交錯的 有沒有 紅色跟藍色的閃光 各位 我們大人會覺得 不舒服會閃開 小孩子會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看 所以造成 685個小朋友送醫治療 就因為這個閃光 真的 第38集 是從此被永久進播 不准看 那當時我相信 他們在設計這一個橋段的時候 他們是說 紅色跟白色 它的閃光過於快速 如果你一直盯著它 只要超過30秒 你的人就會秀不來 會造成一種即興的癲癲 會光透 它會癲癲 會 所以有一些小朋友的話 就是發生癲癲 對 而且是即興的光過你 光其實也能傷害人 就這樣叫你生命運動 所以請請問 好 好